美國總統川普日前簽署緊急狀態後 美國的搞笑喜劇界自然不會放過他 美國脫走秀嘲諷川普很常見 但國際領袖爆罵川普就少見了 由於川普退出伊朗協議 又太早讓美軍從敘利亞撤出 終於讓德國鐵娘子忍不住爆罵 梅克爾在台上猛罵川普 還贏得多國官員的掌聲 伊凡卡只能在台下尷尬聽口譯 面無表情 川普向來不怕人罵 顯然伊凡卡這點還沒學會 記者外注 從我報導